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速的衰老 就是叶凡也抵御不住了 从少年变成了青年 此刻 叶凡心中有数百个骨子在振动 如黄中大驴一般在回响 将冲入他心海的那道无光阵的粉碎 彻底驱除 傀儡烙意根本没有对他起作用 叶凡出了一身冷汗 最后关头险些被废 江家的长老太阴堵了 毫无征兆 那时他根本没有一丝能力反抗 现在他样装成被控制 对三人的话语言听计从 大步向着山巅走去 带上这个 徐道林抛过来一个预警瓶 此瓶可装下一座大山 内部自成空间 采摘到圣药后 以他来收惯神拳 距离山顶还有数十米 所有枯骨都清理干净了 就此止住了步伐 不敢向前迈一步 到了此处 他们随时有灰飞烟灭的危险 早已衰老的不成样子了 叶凡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流逝 当登上山巅的刹那 他已经白发如雪 苍老的不成样子了 在这一刻 他神色一江 在圣山上有一个风华绝带的女子静静的站在那里 此刻霍的转身望向了他 这个女子名谋好耻 镜像鲜朽 若出水芙蓉 清理绝世 站在悬崖上 若再迈出半步 就会坠落下无锦深渊 他一身白衣随风飘动 似是将乘风而去的广寒仙子 超凡脱俗 叶凡想在他身上 寻出一点瑕疵都不能 这个女子美丽的根本不像是现实中的人 给人一非常梦幻的感觉 中天地之灵魁 绝尘世之俗气 兵姬玉骨 近乎完美 在他所见到的女子中 若单以容貌而论 唯有一人可与之相媲美 那就是在妖帝粉肿前所遇到的那个完美女子 在这样的决地 怎么会有一个风姿绝世的女子 叶凡心声警照 向后退了几步 她拥有荒谷圣体 肉鞘都衰老了 但前方那个女子却没有丝毫变化 根本不受荒谷禁地的影响 很难想象她到底有什么来头 你站在那里作圣 还不快去采摘神药 江汉中在下面大喝 下方的三人能够看到山巅边缘的叶凡 但却无法发现里面靠近悬崖的女子 山崖上 妖邪的气息在涌动 如画中走出的女子 鸟鸟挪挪 脸部宽宽 向着叶凡看来 不好 叶凡感觉机体老化的速度加快了一些 一股神秘的气息扑面而至 她快速地向着山下后退 这个女子绝不简单 确切地说非常恐怖 她具有荒谷探测下特有的力量 让叶凡都感觉难以承受了 如果不是金色枯海 没有枯竭 此刻浪涛冲天 竭尽所能的抵御 恐怕她已经彻底老死 化成了肥灰 叶凡心中震惊 她该不会是传说中的荒吧 她早已听说 荒谷深渊下有未知的东西 不知道是一种生物 还是某种力量被称作荒 想到这里 叶凡快速向山下倒退而去 她要把这名风华绝代的女子 交给江汉忠等人对付 你为什么退了回来 江汉忠呵斥 不好 这么多了一个女子 姬云风脸色皱变 她最先看到那个白衣女子 顿时感觉生命流逝的速度加快了一些 那时 遥光圣地的长老徐道玲 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脸上露出极度震惊的神思 她登登登的向后退了几大步 脸色惨白无比 充满了恐惧 看到她这个样子 江汉忠与姬云风也下了一大跳 跟随她快步后退 怎么了 那个女子有什么来历 让人难以置信 太不可思议了 遥光圣地的长老徐道玲 脸色发白 我曾经见到过这个女子的画像 她的画像很特别吗 不过她确实自容绝世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 那个画像是六千年前的古物 江汉忠与姬云风听闻后 顿时倒吸冷气 六千年的人物实在让人震惊 强大如他们的家族 似乎也没有活得这么久远的人 她不是活人 江道玲面色惨白地说道 什么 姬云风与姜汉忠顿时变色 瞬间想到什么 在六千年前 她号称东荒第一圣女 无侠无狗 故事上 数位名震东荒的盖世大人物 都曾在她身边追随过 当徐道玲说到这里后 姬云风与江汉忠渐渐地猜出了山巅上那个女子的身份 两人同时惊声道 六千年前 那个鼎盛到极点的先门圣地再次覆灭 她是那个门派的人 不错 她是六千年前的天玄圣女 徐道玲在说这些话时 感觉偷大如斗 怎么也没有想到会遇到古史中的人物 昔日 覆灭于此的圣地 名为天玄 同遥光圣地一般 以北斗七星中的星辰命名 我遥光圣地当年 有位大人物 曾经为他黯然神伤 遗留有他的画像 存于我派古库中 也凡生命神权未干涸 灵觉依然敏锐 将他们的话语听得清清楚楚 心中极度震惊 这个完美的女子 竟是昔日东荒第一圣女 出身于那个已经覆灭的先门圣地 是老疯子的同门 老疯子痴呆呆 曾经眺望荒谷近地整整一夜 若是见到昔年的圣女星体不朽 依然栩栩如生 不会做任何感想 早已死去六千年 现在又出现了 只有一个可能 他可能成为了荒奴 江汉中这样说道 在那遥远的过去 有数位盖带人物 在晚年深入荒谷近地 独闯无锦深渊 最终全部化成了荒奴 非绝代人物不能成为荒奴 他虽然已经死去了六千年 但是恐怕 依然很可怕 怎么 难道我们要退走吗 我感觉生命之火 随时都会熄灭 他世上有无比浓重的荒之气息 恐怕 我们已经走不了了 徐道林浑身冒冷汗 那个风华绝带的女子 如幽灵一般 无声无息地飘落下来 掠过叶凡 向他们三人飞来 叶凡暗暗叫苦 觉得很有可能会云落在这里 现在回想起来 当初第一次出现在圣山上时 简直可以说是一番风顺 没有任何的危险 轻易就采摘到了圣耀 我明白了 当日一切都是因为九具龙尸 与青铜骨关从天外坠落在此 震慑住了无锦深渊下的荒 令荒奴等不敢出现 拼了 拼了 这时江汉忠出手 手握紧和浑身光芒万丈 一面紫铜镜冲出他的身体 背面刻印有八卦图 正面光滑如满月 照耀出迅烂的光芒 一道巨大的光束 粗如房屋 刹那冲向了天玄圣女 整座圣山之巅都摇动了起来 光束似银河落下九天 让人感觉到无尽的恐怖和危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